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长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我们今天主要一开始要谈时间点 这整个选前选后的时间点 我有什么看法 那在这个之前先看一下盘面 盘面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去跌破 昨天的低点 这是这18天来 从12月17号到这18天来 我在昨天第一次提醒大家 出现了短线的低点 早盘还有涨63点 那收盘盘中的压回 并没有去破昨天的低点 当然这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你会说很多股票都在跌 对呀 很多股票都在跌 这是盘面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你看摩台就可以了 今天的面板拉到快涨停 其实友达到收盘都还收在高档 友达这个地方是涨停板 它距离涨停板差一点点 收盘的位置 可是相对的 有一个逻辑 OLED我给各位点出来的股票 它这个是真正点到涨停板 友达也会将近涨停板 会去取代LCD的OLED 也碰到涨停板 这就不合逻辑 这就不合逻辑嘛 一个 这个是有替代性的 所以这个是盘面上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不可能说这个涨 这个也涨 这两个都同时快涨停板 尾盘还是有人坐驾 尾盘这六十几亿 还是有人坐驾 可是OTC就弱很多了 OTC里面包括太阳能 包括生计 今天跌幅都蛮重的 这是我讲的 不要听人家说 听人家说就去买 股价易防守的价位 容易防守的价位 我点给各位的个股 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没有时间看 等一下我们很快看过一遍 我现在先来讲时间点 这一次的时间点 它是压缩的很长了 主要原因是 前面先是一个圣诞节 圣诞节之前两个礼拜 其实就有很多外资去放假 都是电脑在护盘 电脑在看盘 那国际盘 又遇到这个时间的一个调整 再加上你过几天 马上碰到的 这个礼拜碰到的选举 所以很多外资加上卖超 卖超有500多亿 很多外资现在是空手的 讲到这个外资 各位 其实你现在看到的亨达 我们也是部分的外资 所以我对外资的了解 我提供我的看法 外资现在因为经过圣诞节前 包括现在又卡到选举 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他们在做什么 那他会什么时候进场 这个也相对要有逻辑吧 现在空手的外资里面 选前就是这个礼拜 就是这几天 这几天你会看到 我给各位的股票特别强 是因为特定的内围 先卡位 这个卡位没有价位的问题 等一下我会谈到两档股票 你都看过 他的卡位方式不太一样 一个是往上追价 一个是逢低乘接 两种做法不一样 但是这个都是在选前这个礼拜 特定的内围先卡位 因为下个礼拜空手的外资很多 空手的外资 他会在选后第一时间进场 那进场的时间落点 就在1月18号到封关前 这一段时间 因为空手的钱太多 散户跟外资不一样 因为外资他有很多的钱 是一定要投入的 他跟一般的散户说 我做也好 我不做也好 反正我觉得这个行情不好做 你可以这么想 但是对于外资来讲 对于很多人 不只是外资而已 对于很多人的资金 他就是一定要投入 股票市场 只是什么时间去投入的问题 那这个时间点 我先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至少我所知道的是这个样子 那我昨天刚谈到 里面的个股你要特别注意 硕核你说你没有硕核 因为这600多块700多块 现在剩下598块 最高77598 你说你没有硕核是因为股价太高 可是你有可能有其他的太阳能 你有可能昨天刚讲到的 你有其他的太阳能 今天还是打到跌停板 这是跌停板 这是昨天刚讲到的 不应该跌破的价位 他跌破了以后 从这个地方直接下来 到这里 这一段也会痛 所以你不是你有没有 这节目当中讲跟各位的报告 都不是你有没有的问题 是你应该举一反三 去反推你接下来的操作 那当然避险的资金 都跑到这边来 这个就是我讲的 很多钱他还是要投入 他只好先把部分的钱放到避险的部位 那避险的部位什么时候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反向的指标 有些股票的位置你要特别留意 上个礼拜我们刚讲过 这些股票的位置在上个礼拜 一个礼拜前而已 一个礼拜前的位置在这里 一个礼拜后在这里 一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后 这个还是差很多 有些股票的价位 你在节目当中你都看过 只是你没有很在意 一个礼拜前 这两个礼拜了 这两个礼拜前讲的 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后 其实它很简单 不是这些股票你有没有 是你怎么去举一反三 反推你接下来的操作 这位置都很简单 一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后 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后 这个位置都很简单 而且你是在节目当中直接看到的 你在节目当中直接提醒各位的 没有人这样提醒各位 没有人这样提醒各位 但是一切都是希望说能够把我所看到的 能够提供给各位的至少你可能没有看到的地方 所以你现在会做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的训练 很多投资人都会去比较 哪些股票比较强 哪些股票比较弱 你自己会做 但是这不是一个操作标准 就像前天我讲到的 网通股里面有很多股票跟大盘不一样 小的从迅州 小的从合情控这还不算小 它不是操作标准 又来一个高价的 中高价位的神准 这个也是网通股 那网通股里面还不高估中壘 照合起基 台阳到今天也还相对强 建汉今天拉一根藏黑 比较不是操作标准 你会做 我知道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都会去把股票找出来 你现在都会去比较说 哪些股票跟大盘不一样 跟个股不一样 跟其他的股票不一样 跟他的类股不一样 各位这个功课 您现在都会做了 这么多年了 可是你做出来以后的结果 你怎么样去运用真正 你赚钱的一个操作上面 什么样才是一个操作标准 这特别重要吧 所以这段时间 你就是做这个事情吧 我给各位的时间 我们公司都有成本 我现在是用公司在经营 公司的成本超乎各位的想象 可是多给各位的 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把每天的分析附录要去看 你要去了解 你找出来的股票 接下来的操作标准是什么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就几天而已 下个礼拜又不一样了 下个礼拜整个盘面 你要注意那中间的改变 又不一样了 选后 选后很多人在看的时间点 选后不确定性的因素消除 你这几天多看一下 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 去建立你的操作标准 那是一辈子的工作 只要你在股票市场一天 你就要把那个标准做出来 现在有些人在抢短线 很多人在抢这个短线 那这个短线你要特别注意 它这个相对的位置 你是不是去抢短线比较 是好吗 这个位置我就提醒过各位了 我不是现在才讲 它怎么涨上去的 怎么跌下来的 不是短线抢就好 你在这个地方去抢这个反弹 其实回过来讲 50块在什么地方 50块在这里 50块 50块就在这里 这里是50块 50块 刚起涨刚冒出头这一大段 这个才是操作标准 这里去抢反弹 或者是叫你去抢反弹的人 是毫无标准可言 这个才是操作标准 这个才是一个选股的逻辑 但是价值观 我要讲的是那个价值观 只要碰到价值观的问题 这个是你跟我们操作很重要的理念 十股力量十倍波段 我们有价值观 不是什么股票涨就好 我有自己的看法 我对某些集团有意见 你股票在涨 我不见得要去做 更何况这些股票的位置 这个两个礼拜前 这个也是同一个集团 同一个集团 两个礼拜前也不弱 这两天特别弱 这两天把你不管怎么做都跌掉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价值观 怎么操作是一回事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特别重要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你现在这几天利用这个时间点 去看一下分析附录 把你的操作标准建立 因为接下来我要谈的 你会更难理解 接下来我要谈的十股力量十倍波段 你就会想说奇怪 怎么有那么多股票 讲了就涨 讲了就涨 涨了在今天还会涨停板 中间的理念是什么 道理是什么 各位一定要了解为什么 那个才特别重要 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刚刚我们有谈到说 时间点的看法 我对这个时间点的看法 对这个时间点的看法 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 进场的基本条件 再来第二个是个股出现容易防守的价位 从汽车电子的同质 它引出整个汽车类股的一个 相对的一个效应 带动的效应 所以我们来看 汽车包括汽车电子里面 像这个建林跟黄田 它的成交量有时候特别小 今天其实也是强势的 虽然说尾盘拉回 我们看这边 建林虽然尾盘压回来 但是它的这个成交量 有时候只有几百张 所以它还不是第一个选择 但是你可以留意 黄田都是汽车相关的个股 但是它不是电子的部分 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窗帘 汽车窗帘 成交量有时候也只有几百张 但是相对的位置你可以去留意 我们比较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 电动车相关的 F帽连 今天盘中也相对的强 你看这个地方有创新高 今天盘中其实它在创高的过程 你说尾盘压回 但是不是看这个压回 这个礼拜选前这一周 能够放量的股票 你注意看这个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能够超过10亿 成交金额能够超过10亿的股票 你可以去算一算 有多少档而已 没有多少档 成交量能够在10亿以上 然后今天的成交量能够放大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不是他今天涨多少的问题 是这个礼拜选前 大家都在观望 哪些股票的成交量会放大 而且是在一个重要的关卡位置 这个就下个礼拜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很简单的逻辑想 这也是一样 F永贯 选前一周今天开盘不到两分钟 涨停板锁起来 打开拉回来 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 涨停板锁起来 5000多张也是超过10亿 今天1月12号超过10亿的股票 有几档 没有多少档 成交量 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都是未来防守价位的参考点 你怎么样运用拉回去做短线的价位设计 同样在今天的行情当中 特别重要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你如果自己会举一反三 你也可以去找到你的股票 选前一个礼拜 大家都在观望 为什么有些股票的成交量会放大 而且它的放大不是往下沙的放大 它的成交量放大是往上冲高 成交量放大 那个成交量的观念 很多老朋友你在市场很久了 当然都会知道什么样是一个成交量量先行的观念 所以从一个周的角度 一个礼拜的角度 推演到下个礼拜 配合我跟大家讲的时间点 你是不是要特别留意 这里面的股票的选择 它有一个逻辑 你要先从短线开始看 F信心这个是110 110买完当天涨停板 我要讲的是这个位置 第二天 再将近涨停板 这个位置在哪里 这里而已 110当时是在这个位置 可是你进场的时候已经画好位置 160以下 你都可以找价位进 但是来到160 这160是事先进场的时候 它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这两天 你就定好的位置 160的时候你就不可以乱买了 160这个地方你如果去买 你会碰到什么 这里就是160 161块半 就差1块半 而且带上引线 当天根本没有收在160 就从160一路下来到96 160到96 这个差多少 你是不是可以事先想好 你是不是可以再买进去 当天涨停板之外 你顺便把你接下来要的价位 顺便定好 不是只有这一档 我跟各位谈过的股票 很多档股票 都是刚好到那个价位就下来了 就是刚好到有些是股票 到那个价位就上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当然很重要 因为我也不是要说服你 我是要说服 使股力量 使被波段 进场的点位 还是要有一些道理 那对我们来讲 价位还不是特别重要 像两种类型不一样 它是压着进的 它是压着压着 根本没有要往上冲的 可是 它是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 直接先攻涨停再说的 这两种不一样 这两种 后面的力道又不一样 说到F永贯 我昨天不是有讲吗 你说F永贯今天不到两分钟就涨停板 开盘不到两分钟涨停板 我昨天有讲 它接下来不会那么快了 不会涨那么快 昨天已经涨8个percent了 今天一开盘再10个percent 而且刚好要收回来 我跟我们会员讲的位置 这个就是道理 不用那么快 你为什么要那么快 各位同学你又太厉害了 我们要看的也不是只有这样子 我们要看的还有 这中间的过程 整个产业的演变 这个产业演变的过程里面 电动车的成长方向 还有就是很多股票 其实我这一个礼拜当中 我从这18天里面 拉回量说反而好 第18天这18天当中 我跟各位讲过几档股票 你全部都可以背得出来 从台延F昂宝茂莲至今 台延就不要说了 4947的F昂宝 今天是拉回 好大一根 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支撑 为什么是阻力成本 这个过程里面 大盘跌掉多少 接下来你还是要找买点 波段的买点 再来5245 OLED 今天是创新高 压回 这个当中它有没有跟大盘跌 但是OLED还没有开始 苹果都还没有说要做 它怎么急着来拉呢 只能少数人少量去操作 那个是OLED的5245的至今 汽车类股里面 还是一个重点 就我们所在看的 汽车包括汽车电子 同志沿着这个轨道 什么轨道 难道是画一条线而已吗 沿着这个轨道后面 你就会看到 F帽连在下个礼拜 注意这个改变 这个地方的改变 今天意识到了 今天有来冲这个地方 而且放量 如果这个量能够持续 接下来的转变 你在选后 马上会看到 要注意 F永贯一样沿着10月2号 其实我从10月2号以后 我很不想上节目 我觉得自己做就好了 而且我还会去说服这么多人 我还去考虑说到底 这个从中间中间中间 你怎么样去协调 各方面的一个角度 好 可是 未完成了使命 未尽了责任 F永贯仍然是沿着 绿色经济 从10月2号到现在 我跟大家报告的绿色经济 节能环保 顶层设计基层落实 F永贯1月5号 1月5号是在 这个地方 没有多少 这两天就18个percent盘中了 昨天跟今天这18个percent 是在你讲完之后 而且这个变化你要了解 各位我希望各位知道 是这个变化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后面这18个percent 涨的比前面都还多 就这两天 就这两天 礼拜一礼拜二这两天 礼拜五你要先知道的是 礼拜五你要先知道 礼拜一产生什么变化 11点以前产生什么样的价位 后面才会有这18% 这才是你应该一辈子要了解的 不是很重要吗 所以接下来 整个操作的模型 我认为很重要 操作的模型跟你过去的想法 往往是不一样 过去你如果只会做强势股 强势股 强势股 那你接下来碰到的困难 恐怕还会蛮多的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就我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 今天一开始谈到的时间点 我所了解的时间点 还有个别股 这个礼拜哪些股票 它是成交量放大的 一直推演到下个礼拜选后的第一天 一切平安 没有奥波 你应该买什么股票 这不是特别重要吗 我把时间都给各位了 掌握这个时间点 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马上做一个联系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当真材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